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10月14号 礼拜五的午安您好 台视新闻 我是侯乃荣 投赵讯息带您来关心到社会焦点 这是台北市的士林区 昨天傍晚发生一起惊悚的密案 死者是一名马来西亚 吉德女大生 兼职网拍小摩 还身兼直播主 被警方发现时 他倒卧在租屋处的床上 脖子鱼筋已经明显死亡 而嫌犯呢 疑似是他的直播男粉丝 因为身体不适送医之后 突然跟警方自爆杀了人 悬案才曝光 但其实这两个人呢 相视才不到一个礼拜 犯案动机为何 警方仍然需要调查厘清 局一男子背着包包 独自一人离开公寓 看起来神情轻松 没有异状 丝毫看不出来 前一刻他杀了人 地点还是在楼上的出租套房 那向警方公称 他在本辖大东路民宅内 那杀死了其中一位 蔡姓女性友人 开门后发现有一女子 躺过在床上 那已无生命迹象 见识小组到场搜证 而死者是米马来西亚旗的女大生 今年在台就读大四 不只兼职网拍当小摩 还当起直播主 而凶贤疑似就是他的男粉丝 前男友得知二号不敢置信 而凶杀命案就发生在台北市市林区 嫌犯跟死者认识仅仅七天 13号傍晚嫌犯身体不是送医 突然向警方自报 说他杀了直播主 远景沉往直播主的租屋处后 发生他紧不瘀青 躺在床上没了生命迹象 但凶贤为何犯下了滔天大罪 警方还要再厘清 死者脸书跟IG有不少拍摄作品 看起来是想在台湾议员明星梦 只是没想到这回竟然遭遇不幸 混沌异乡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